现在我们的直升机正在飞向青海湖西岸的鸟岛 这是鸟的天堂 根据最新的统计结果显示 青海湖的鸟类种类已经超过了220种 总数在16万只以上 其中班头燕 宗头 鱼鸥 卢磁 这四大猴鸟最多 我们现在看到在卢磁岛上就生活着数千只卢磁 大自然也给卢磁创造了一个建设他们家园的风水宝地 从画面当中我们能够看到在这块岛礁之上 密密麻麻地居住着卢磁的家庭 先告诉我在最繁忙的时候 在密集的时候 这么一个小小的岛礁上有400多户卢磁的小家庭 现在我们看见卢磁沐浴在阳光之下 既有成年的卢磁 也有出生刚刚满月不久的卢磁宝宝 这么一个卢磁的家园 可以说这么密集的这么一个家庭 容积率是非常的高啊 但是这也恰恰符合卢磁 它的生活的一个特点 群居的捕鱼 喂小鸟 另外一件事情呢 就是去找一些建筑材料 来夯食自己的巢穴 每天卢磁在品尝父母为他们带来的美食 而这个画面就是我刚才提到的 筑巢的这么一个画面 承受不了卢磁宝宝的体重 那么卢磁的父母呢 次导就会喂食他的宝宝 大家看 现在这个画面就是一个卢磁宝宝 在从他的父母的食囊里面 去拿父母为他准备的黄鱼 大家仔细看这个画面 看到了没有 我们看到了两条黄鱼 这一刻尽显父母对子女的爱 大家看这个画面 整个小宝宝几乎把头的一个生活的特点 那么卢磁每天早上起来 可以说是我现在跟卢磁岛的直线距离 也就一百多米 在我这个位置能够清晰地听到 每天早上起来 卢磁